大家好 等了很久 匯控業績終於出來了 雖然沒有帶來太大的刺激 事實上去年在疫症衝擊下 盈利稍微下限 大家有共識 先看看去年 列賬基準除稅後利潤 是61億美元 當年倒退了30% 而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是88億美元 這已倒退了34% 即是盈利仍然能維持得到 但在疫症和經濟下限的情況下 去年業績稍微有少許下放 大家都明白 這就是第四季度的情況 無論如何 小股東最關心甚麼 就是唯有無息牌線 有 每股現金是一毫半美金 等同港元1.17元 大家記得 去年在末期業績公佈後 股價除淨了 然後歐洲當局 英國當局不准派息 令很多小股東很失望 股價除淨了 息油不派 結果匯控在一輪的沽壓 拋售下最低見過是27.5元 當然由27.5元 到現在已經升了不少 但最關鍵的是甚麼呢 是匯控可以恢復穩定的派息 當然以1.17元港元的派息 伸值現在四十多元 我用心算計是兩至三 不是特別吸引 相對以往一年派5毛錢 大約是4元港元的利息 現在派送的利息少了很多 但大家要明白 過去派息的確很穩定 匯控是屬於一個派息相當穩定的上市公司 但環球經濟有點不明 而且受到疫症衝擊等很多原因 令到很難維持派國舊息 這大家都理解 至於能夠撫耀一個穩定的派送利息 就算以往沒有高息 只要有兩至三厘 對很多小股東來說已經是開心 我自己覺得只要穩定在三厘左緊 不要太少 對長期持有匯控的小股東來說 有股息派送 大家已經很安心 事實上有不少人持著匯控 不只是持股票那麼簡單 因為匯控和其他股份 有些不同 記得在1950年上世紀 1950年前香港仍是一個漁港 後期內地政局有些變化 有不少的沙廠 遷移到香港設廠發展工業 香港在那個時候 由一個漁港漸漸發展成為 由工業主導的社會 你知道 做生意當然要由銀行背後 當時匯控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即是說 匯控是和香港經濟同步成長的 所以買匯控的小股東 很多對匯控是一個很深厚的情意結 試舉個例子 例如十幾年前 金融海嘯匯控曾經見過28元 大家見過33元 當時還用12.5元 我記得公股價是28元 但對很多匯控的小股東來說 都是不離不棄 仍然公股 去到90元 當年曾經反抗到90元 都沒有估值 到現在一分鐘都是拿著的 對一些長期持有匯控的小投資者來說 他拿著匯控 其實有個情意結 匯控有息派沒有息派都拿著 升一點跌一點 他一樣是拿著的 好了 說完之後 到底匯控技術上的表現是怎樣 因為由高位跌下跌 已經跌了很多 百多元我不要說 七八十元我相信也不是很久的事 去年由六十元跌下跌 大家都記得 但是由二十七個半的回升 大家記得 技術上是呈現了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而且四十九個半是這段時期的高位 我自己覺得這樣 匯控直到這一分鐘 恒指成分也佔的比重有7.600% 匯控股價如果能夠稍微量力 對大股來說是有一個扶穩的效應 但是會否刺激到指導升得太多 我看就未必可以 因為新經濟股始終在高台有些反覆 但是既然有1.7元的股息派送 我相信持有匯控的不會用來短炒 當你四十多元買了匯控的 你不會說賺一兩元就離開 既然有息派的就先放在這裏 如果往後的派息政策能夠比較穩定 起碼每年有一個多元錢息派的 大家有條數計 所以最終的股價 我個人看是會向上突破五十元的水平 事實上 早前來說會控在四十四元左近已經有一個商頂 技術上現在已經升了一個商頂 形態上是有利後一個階段的發展 但我想說一句 買匯控除了有股息派送之外 在現在這個階段 因為它仍未除淨 但最重要是它亦是恒指的重磅成份股 直到今天為止 它的比重在恒指成份裏都是第三大 但新一輪的恒指服務公司的貴檢後 例如新經濟股可能會成為恒指成份股 恒指成份的比重會稍微貪薄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以往匯控的升和跌 對股市差不多有很大的影響性 但現在這一分鐘 我覺得這個影響性已經越來越微 等同指數上升至三萬多點 匯控是四十多元 如果比起很久以前 匯控四十多元 你很難想像的恒生指數會見到三萬點以上 股物論怎樣也好 拿著匯控的小股東 第一股價升一元好跌一元好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經過這段時期之後 匯控終於恢復排息 即使排息不像以往那麼高 但既然有股息派送 我相信對一些比較中長線的投資者來說 會是一個吸納的對象 另外一些退休基金 亦可能會將匯控 納入一個中期部署的其中一個目標 所以經過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一輪的整固之後 後一個階段如果能夠突破四十九個半 換句話來說 一個緩步上升的勢頭會漸漸展現眼前 剩下的就是一件事 整個大市的方向如何走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由去年九月二十五日的低位 甚至歷史高位三萬三千四百八十四 如果去到那一刻 新經濟股當然要扮演一個領航的角色 其次來說 包括匯控在內 不可能原地踏步 即是下一個階段性的上升 如果指數有機會向上市 歷史高位或者上破歷史高位的話 匯控絕對絕對可以是其中一隻升市的領航股 所以拿著匯控的那些 我覺得應該是中線部署 三兩元的反覆 任由它 對摩基建設計畫屬的 保音 中間 負擔任 5月 3月 大椅子 在